今日十一时许,本辖环和西路五段与板城路口发生A1交通事故 基因无幸骑乘辅重机车 往辅佐桥方向与同行向由蔡信所驾驶的一半五名主车发生差段 无幸机车骑士疑似遭右后轮碾压 单场无生命迹象 大行车驾驶,蔡信驾驶无脚架 可以看到救护车停在路边远景放置,警示排封锁车道 同时在现场指挥交通,货帮来车通通都得改道 因为这里发生死亡车祸 面对新北市板桥环和西路五段跟板城路的交叉路口 靠近台六五桥下在上午11点多 明明其实要往福州桥的方向 疑似跟他同方向的玉半混凝土车发生差距 当场被碾进大车的右后轮 驾驶发现不对劲赶快停下来帮忙叫救护车 但是救护人赶到现场,提示已经明前死亡 死者是74岁的无病男子 他的太太跟儿子接获通知 目前也赶到现场 警方调查,肇事驾驶是31岁的蔡信男子 没有酒驾,疑似未保持安全车距 造成这起死亡意外 目前已经被带回分队制作笔录 来厘清车祸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